好 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 今天下午到高雄 来出席一场女力翻转的论坛 主讲女性小孩跟健康的议题 而被问到今天最受瞩目的 就是蓝白河的会前会 蓝白河对柯P来说 是不是未来非常的有利呢 陈佩琪有最新的回应 有蓝白河会议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从昨天就去台中 就晚上在台中住了一个晚上 昨天参加那个女力座谈的时候 回旅馆好累就睡着了 我完全不知道台北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一定支持她 就是我以前在广播节目说过 不管现在如何走下去 一个太太的身份 就是在旁边照顾她的生活 陈佩琪说她不知道有蓝白会议 说她这两天都在外线市有活动 不过她提到不管怎么样 她就是扮演一个好的协内住 尊重褐P的工作决定 并且一路的支持她 而她也提到这一次的选举 像是有一些竞选总部的看板 柯文哲拍照时所穿的西装 就是陈佩琪选的 她也相当的自豪 说自己的眼光不错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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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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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